新北市中和發生了車禍 有名老人家疑似是沒有注意到左邊右邊的來車 結果直接穿越馬路 就被一台剎車不及的機車直接撞上 詳細狀況連線給記者陳子凡 好 主播後面中可以看到街道上一名老翁穿越馬路 直接從路邊往車道上走 結果後方一台機車剎車不及直接撞上 連任代車是滑行了好幾公尺 而噴飛的機車也剛好擊中了老翁 導致他翻滾一圈之後 倒地不醒當場見血 事情是發生在昨天晚上六點多 新北市中和滑行街上 當時正值交通尖峰時刻車流量大 老翁一次是沒有注意左右來車 加上又沒有走斑馬線 就直接穿越馬路才會導致整起事故 還好當時有不少的熱心民眾幫忙 而騎士摔倒之後是馬上爬了起來 沒有大礙 老翁在送醫之後頭部則是縫了好幾針 但好險也都只有皮肉傷 只是路人沒有注意路況就隨便過馬路 如此危險行為全被拍下po網爆料 也引發網友撻伐 至於詳細的肇事責任歸屬 還有待警方做進一步釐清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真心消息